不管是买方要买房子还是屋主要卖房子 一定都会先上我们内政部的实价登录的网站去看一下我们区域的成交行情 那在今年的7月1号也是几天前呢 我们实价登录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革 就是门牌改成完全的接入 过去呢可能是用区段的方式 比如说安和路一段1号到30号 然后只有显示楼层 现在的状况呢可能就是安和路一段1号二楼之一 连自己都会揭露出来 所以说呢过去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模糊的部分 现在是采完全透明的方式 但是买方跟卖方呢可能在网路上还比较难以查得到说 这个房子当初它这样的价格大概卖了多久 还有它一开始在网路上的广告价呢 跟最后的成交价大概差约多少 也就是所谓的溢价的空间 那现在我们讲实价登录跟过去几个月会有比较大的差異 就是个人熟悉的中正区 万华区的部分为什么会分成两部分呢 因为以青年公园周遭跟西门町这个区块呢 它的产品属性非常的不一样 青年公园周遭呢都是以国宅型的产品为主 西门町呢则是以透天跟大楼型 反而没有公寓 那再来如果像中正大安区的都是以公寓型的产品为主 就是平面的商圈 那大安森林公园我们只讲大安区呢 我们只讲大安森林公园西侧 所以说像过建国 比如说建国复兴敦化光复呢 那个区块我们就没有在帮大家做说明 另外要说的部分是 因为实价登录呢 它比如说7月1号呢 它会公布6月20登记完成的案件 然后呢一般买卖过物的时间 大概是抓一个月到不到两个月 所以呢我们网路上呢 看到的交易日期呢 是当初我们买卖 双方签丝气的一个日期 那以这样的一个时间递延来说呢 7月1号大概我就可以看到我5月 就是7月可以看到5月 当初交易的买卖的情况 所以我们的整个的实价登录的做法呢 我们会递延大概两个月 也就是7月呢 我会帮大家整理5月的一个实价登录 以上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5月发生了哪些大事情 主要是在于说5月中呢 那时候发布了三级警戒 从5月中之后呢 基本上整个交易就呈现 急动跟停滞的状况 那到底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价位呢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我们的电梯社区的产品 西万华之前有提到过 它是一个蛮特别的商圈 很少有公寓 如果有的话呢 都是以那种透天形 这边大部分都是商业土地 也之所以因为商业土地为主 所以呢 这边蛮多早期的透天呢 地主分的回来 改建 变成蛮多的新大楼 那我们首先看到的 第一个社区呢 等一下喔 第一个社区呢 是洪浦西域 它位于汉口街二段53项 它的一楼呢 是卖西装的 南式西装的一个店面 它的出入口呢 位于我们旁边53项的这边进出 是一个24小时管理的一个屋灵很新的社区 从我们房子步行到西门捷运站的6号出口呢 步行时间约莫是6分钟 这个社区的规划呢 主要是以我们的套房 也就一房跟两房为主 在它的四个角落的边间呢 这边这边跟后面两个角落呢 都是规划两房边间型的产品 挑高呢是3.2米 之前这一栋成交的均价呢 大概都是约60几万左右 那像成交这一间呢 是属于套房型没有带车位的 它成交的单价呢是61万4 总价呢是900万 销售期呢 从去年的8月卖到5月 这时候成交大概约半年多一点 再我们看到第二间 第二间花样社区呢 它几乎每个月都会有成交 这社区还是跟大家讲一下 它的相对的地点呢 就在我们额眉街 正面我们的前面这块的电影主题公园 绿色的这一块 这社区最特别的部分呢 是在于它的始造的挑高高度呢 是4.5米 4.5米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今天如果我们做针件的夹成的部分呢 它可以暂时 即使你身高如果说有180净呢 也都不会需要弯腰低头 但是像一般台北市市中心 大概以3米6为主呢 那个就只能拿来当成我们睡觉做使用 那花样另外可以特别说明的部分是 它其实总共分成两栋 那其中大部分四出成交都是套房型产品的 另外有一栋呢是规划2到3房 屏数比较大 那一栋比较少在卖 外观呢看不太出来 但是进去呢 它们电梯的出入口不一样 另外这个社区呢是全坡屏的车位 从我们房子呢 如果沿着儿媒街往东边走呢 大概步行到西门捷运6号出口的时间呢 是7分钟 7分钟 那像这间特别可以注意的事情呢 我们成交这间五楼呢 单价呢创了社区的新高 单价创了社区的新高 它的销售期呢从109年 就是去年年底到今年5月 大概也是快半年的时间 开价900之后成交828万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间 内疆街的一个国宾时代 它这个社区呢 刚好就位在我们昆明街跟内疆街的交叉口 外观呢大概长这个样子 那特别可以说明的部分呢 其实这个社区它分成两栋 两栋呢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边有地图有标是121号 123号 这一栋呢 它的出口在这边 另外呢有在内疆街上面的出口在这边的 这一栋 这一栋呢一层是规划 12345 然后前面昆明街出入的呢 都是三房型的产品 那后面我们在内疆街出入的 这边就是套房型的产品 所以说我们在比较价格的时候呢 我们要先看一下说它是什么样的频数 比对价格会比较有效 那像这间呢它销售期大概是做半年多 是属于内疆街出入口套房型产品的成交 那它的开价呢是1160 最后成交价呢也是160 单价呢是61万多 也算是一个标准的一个行情 在我们看到呢是30创富这个社区 30创富它直接面对我们的台大医学院的一个 护理分院 北护分院的校区的部分 在我们的康定路上面 前面这是我们的康定路 像这边呢有一排的新房子 比如说像这边有一栋呢叫做手药 30创富呢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社区呢它的车位呢 位在我们都是规划波道机械或波道平面 它有分两种 不好意思 波道机械跟机械机械 它分两种车位 然后一层呢就是规划五户 大部分都是以 只有一户呢是一家一房 其他呢都是三房型的产品 一层五户 那另外像成交这一间六楼呢 它的销售期呢 其实从108年就开始销售了 但是这边可能把实价登录得到的资讯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一间呢在110年 110年2月呢 就有成交2700 就是今年的2月 然后呢在现在呢110年的5月 诶又成交2800 那实际上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不得知 可能就大家自己去做评估这个部分 那我说以单价来说呢 它的单价这一间呢有成交到65万 也是创新高 那大家会去议测后面它为什么会短时间又成交 多了100万呢 这个部分大家自己去思考 那如果说我们把其他最近成交的行情呢 三楼 三楼有一间也是三房40 三房40瓶的一个产品呢 它成交的单价呢 是57.2万 这一户 面前面的三房这一户 好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位于长沙街二段的一栋 这种叫新内阁的社区喔 这个社区呢 它是一个日间管理的社区 全社区呢 都是规划机械车位的方式 就是 这种机械车位是人跟车要一起下去的 这间的特点在于说 从我们房子呢 沿着东边走 往汉中街这边走呢 步行到我们西门捷运站的一号出口呢 约三分钟就可以到了 然后这社区呢 一层都是两户 屏数也都相同 分别 它的两户的屏数呢 分别是36平 跟50平行的 就这两种平行 那另外一家车位的屏数 那它是14楼盖的社区 像我们成交的这一间呢 它是从去年的9月呢 开买大概到今年成交 我们把车位分抓的单价呢 一平是59万 59万 那另外呢 它是属于小平行的 前面我们现在面对它呢 前面这个是50平的 另外面后侧的部分呢 它是36平行的 像这间呢 它的开价原本是2700多 最后成交2330万 再我们看到的是上贯经典这个社区 刚刚看到的是新内阁 我现在用红笔勾一下 新内阁呢 它位在这边 那上贯经典跟它中间呢 上贯经典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户 这个社区 然后中间呢 有个一个比较旧的一个住办的大楼 那这个房子 特别可以跟大家说明的部分呢 上贯经典呢 基本上 它分成两栋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前面这一栋 一层规划两户 它的出入口呢 就会在我们这边 这边走进去 然后呢 我们会看到前面这个呢 是15楼盖的 这一栋 然后另外如果我们再往里面走呢 后面这边有一个五楼盖的 也是一层两户 那这个社区呢 它前面这 你可以看到它的格局呢 会比较偏长 因为它的两户呢 大概的格局会这个样子 都是比较属于狭长型的产品 那面前面呢 是规划三房型的 屏数稍微大一些 后面是规划两房 屏数稍微小一些 那像我们这一间呢 它的销售期呢 是6月28 不好意思 这边要更正 从109年的6月28 大概一年了 那最后成交的单价呢 是52万多 那可能大家会问说 哎 为什么它的物理看起来很新啊 那总价也没有偏高啊 总价算是1000多万 算是也不是那种三四千万的 为什么它的单价会偏低呢 主要是因为 因为它的一层的户数比较少 所以share的公社比较多 share的公社比较多 所以呢相对室内使用的空间面积呢 没有这么大 当然单价呢 大概就没办法成交到60几 那这个社区的平均成交均价 大概是在50多万左右 看楼层跟有没有装潢 在我们看到呢 也是位于长沙街二段 我们再把整个相对位置标示一下 刚刚我们前面看到第一间呢 是新内阁 这三个是 这个社区呢 步行到西门津运的一号出租都很近 大概都是四分钟左右 再来呢 刚刚那个是 上贯经典 那另外我们在我们对面呢 这一边呢 叫做统帅天下 这社区的特点呢 是它的基地面积比较大 那屋林呢 也是比较旧 大概是20几年那种 主办型的产品 然后呢 这社区呢 它有规划平面车位 平面车位 刚刚那两个呢 都是机械车位 像我们这一间呢 它没有上网 它没有上网 然后像这个社区呢 也大概有半年多 没有释出了 平均大概 一年会成交两到三间 最后它的开 它的成交价呢 是一平是45.66万 如果以单价来说呢 个人觉得是偏低的 那实际上是透过屋主自售呢 还是透过仲介 没有上网就卖掉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最近这一个月整理 实价的入行情 发现蛮多案子都还没有上网 就直接发现它成交了 没有任何上网的记录 这也代表市场这两三个月是偏向 非常热的一个情况 在我们看到的是全昆威风 全昆威风是位于贵阳街及昆明街 的一个很大基地的坚案 基地面积呢 总共有1432坪 1432坪 总共分ABCD四栋 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角呢 这边看到是昆明街 然后前面呢 这边是贵阳街二段 它是整个西万华基地面积 最大的一个坚案 目前最大 第二大呢是台北京企 那像这个社区呢 它从套房到两房到三房到四房都有 基本上呢 过去这半年呢 每个月都有两到三间 这个社区的实价登录成交 大概如果说以大坪数 四房的呢 大概成交呢 就在60上下 如果三房呢 可能就是在65左右 那两房或套房呢 有机会到接近70 但是这一间啊 这一间也是创了新高 这一间全国威风18 它19楼盖的 刚好是位于顶楼的下一楼 那广告价呢 是3338 因为这屋主其实也没有很急卖 就自助 最后成交价是2700 它那时候一瓶开就有几万 虽然价格 溢价幅度看似很大 但是它的成交单价也是接近一瓶是78万 那如果我们再把过去这一年 全国威风有成交的行情 比较高的一间呢 同样是在今年的四月份 有一间也是18楼 51号 然后呢 它的权状是24.23平的 总价呢 是1900万 单价呢 是成交78.4万 单价成交78.4万 可是很多人会觉得说 所以它的单价明明比我们高 为什么我会说我们这个还是创新高 大家别注意 它的总价呢 它总价是1900 我们的总价呢 到2700 所以基本上我们这间算是创了整个社区的新高 当然屋主它有花了两三百万做装潢 这个我们可以另外再当成它加分的一个因素 最后我们看到是台北旌旗 台北旌旗这个月帮大家整理了两间 台北旌旗呢 它是刚有提到过 是我们希望滑基地面积第二大的一个经案 总共是26楼盖的 公社非常齐全 主要集中在二楼 该你可以想到的公社基本上都有 另外呢 在我们的顶楼的部分呢 还有一个露天的游泳池 蛮漂亮的 但是只有夏天才开放 那如果要使用呢 也必须要缴一些部分的费用 那基本上呢 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台北旌旗整个的格局规划 它的格局呢 它的整个的规划基本上分成M字形的 从我们现在进去 大门进去呢 它的户别大概就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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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着M字形在两边 有不同的户 这边的成交单价呢 因为每个月也都是两到三千成交 大概都是抓65万上下 当然看你的楼层跟屏数会做不一样的差别 只是说大家在看实价登录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 基本上如果我们楼层是七楼以上呢 视野只要面外面都没有遮蔽 但是如果说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看到外观照片 如果你是面中间这边 中间这边呢 就是我现在画了M字形的这几户呢 实价登录就是没有办法看出来 除非你真的很专业 对这社区很了解 当然这边它看就是有点像是比较面中庭天井的感觉 虽然这边的视野也没有到一般就是很不通风 但是相对来说价格应该要比较低一点 那这边呢是A洞 这边呢是B洞 中间呢它们的出入口呢是相分隔的 像我们成交这间呢是64万也有 也大概现在一个均价的一个range 再我们看到另外一间12楼 12楼这间成交比较高一些些 大概成交68万4 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两间都没有上网 找不到上网的记录就成交了 好再我们看到的是都美宴 都美宴呢也是这半年成交量蛮大的 包含可能建商自己卖的啊 还有二手仲介跟地主户卖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社区呢跟刚刚几个社区 比较不一样在于说 它离我们的西仓街 这一条西仓街蛮近的 那西仓街如果说大家在晚上经过的 可能会比较容易看到像康定路有些卡比较 但是这个社区的规划其实规划的蛮好 它总共分两栋 两栋呢分别是15楼盖跟24楼盖 我们现在这边这个看出去的外观呢是 从我们桂林路 就前面这条桂林路这边往这边看 那前面看到的呢这个是15楼盖的 一层规划两户 它叫做B洞 前面这个是B洞15楼盖的 一层就两户就是左边一户 右边一户 另外呢后面看 隐约可以看到有个24楼盖的呢 这个呢就蛮高的 它的一层户数呢分别有6户 或10户不等 边界的部分呢规划三房 那中间就规划两房型的产品 那像B洞呢这边也都是规划两房的 没办法因为现在两房好卖 那我抽门房子呢 步行到龙山市捷运站1号出口 也就是万华行政中心的时间呢 约莫是6分钟 像我们这间看到的19楼呢 它就是A洞的19楼 后面24楼A洞的19楼 那我也一样没有上网就成交了 那像这边成交的均价呢 最高呢有到70几 低点呢也有50几接近60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把它抓成60几万 是大概这边的均价 以上 再来我们看到是 位于大理街的安家图梦啊 它的外观设计蛮新颖的 然后它的 特别可以说明的部分呢 它的挑高高度呢 是3米 4米2这种复合式的这种设计 这种设计 其实就主要是给我们的买家呢 自己在做一个夹成的规划 怎么说 这个比传统我们一般挑高3米6 我们如果做夹成呢 没有办法暂时只能睡觉 所以我们把 一样呢我们的平均的高度是3米6 但是呢一边的高度是4米6 所以我们如果做增见的部分呢 就不会 没办法暂时 这是最大的差别 我们的相对地图的相对位置呢 大概在这边 它刚好面对我们前面是一个 台北好好看的一个绿地 那再走过来 过个马路呢 过个康定路 这边就是我们龙山市捷运的3号出口 步行到捷运的时间很近 大概约2分钟就可以到了 它是14楼盖的社区 基本上一层呢是规划5户 随着楼层逐渐内缩呢 高楼层的户数 不好意思高楼层的户数一层会比较少 那我们把近期的实价登录整理一下 最近这个社区呢 其实很久没有成交了 我们最近看到成交是109年的9月份 也就是去年的9月 有间14楼呢 成交是64万单价 那再来我们看到的是 就是今年3月份哦 今年的3月呢 有间3楼之一 成交63万 然后再来是104年的3月 二楼之二 因为二楼所以成交是61.6万 那这个社区可能要跟大家特别说明的是 因为它是在104年9月以后呢 才取得10兆 所以说那在我们今天在买卖移转的时候呢 必须要出具建筑师的无为见证明 那这有时候是比较让买卖家困扰的部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在104年9月后才发布嘛 那今天也许我都做夹乘了 那我今天会买这种房子 大概就是因为喜欢它的一个魔术空间的感觉 那你今天要让我卖房子到底要拆还是不拆 会有点左右为难的状况 那所以说为什么它的成交量比较低的原因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说它的条件不好吗 见仁见智 在我们看到的是德林里记 不好意思这个记打错了 这个记呢 是这个记 德林里记呢位在大理街西原路的左侧 这一条是西原路 从我们房子步行到 龙山市捷运的二号出口呢 这边也就是万华的行政中心 三分钟而已 OK 那这个社区呢 其实个人觉得非常条件不错 像整个在我们的大理街 如果以这个区块来看的话呢 大理街这边有三栋比较基地大 也新的房子 德林里记是其中一栋 也很久没有释出了 另外呢有一栋刚盖好的都更安 叫做国滨大理 再来呢有一个也是德林建设的 叫做德林大理 像大理街呢这边早期呢 是我们的一个福士街 就是卖福士为主的 但是现在已经比较没落了 像这个区块呢 它会相较于 比如说我们看到 如果说把这边标示 这边分 这边是我们的万华前 龙山市前面的一个公园 那当然捷运是在这个位置 那如果说在广州街 这边是广州街夜市的区块呢 相较于晚上可能就会比较热闹 或者是有一些深色的情况 但是像这个区块呢 其实相对是一个纯住的环境 而且步行到捷运站呢 也非常近 那以单价来说呢 这边单价也大概都是 不同社区可能会有落差 大概也在六十几万左右 那像我们再特别介绍一下 德林里记它的一个社区的规划 像我们现在面对它正面呢 从大理街看过去呢 前面看到这一栋呢 它是一层一户的 四房型的产品 然后另外后面呢 还有两栋 基本上它可以分成 它三栋的位置在这样 这边是一栋 然后呢 这边一栋 跟后面一栋 然后这边是派出所 大理派出所 就是前面的这个 ok 那前面呢 这边是一层一户 这边呢是三户 这边呢是四户 所以我们总共三栋 那一楼相同 从我们这边进去 还有一个迎兵车道 然后沿着它的四个社区呢 都是规划波道平面车位 那我们再把近期这个社区的成交呢 在110年的2月 有一间路台户 二楼的路台户成交 它的频数呢是44.36瓶 就是也是三房型的这种产品 成交价呢是3050万 如果我们把车位拆算呢 一瓶大概是63.1万 那像这间呢它的销售期呢 从4月19号刊登呢 没过多久 5月就成交了 大概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左右 那成交价扣车位之后呢 单瓶是62万 算蛮漂亮的 低总价两房型的产品 乌龄又新带一个平面车位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穿越这个社区 穿越这个社区呢 它就位于环河南路二段 它标榜的就是一个水岸宅 因为它的蛮多的平行啊 都是直接正看我们的淡水河 那这边呢 特别要说明的部分呢 是它总共的楼高呢 有24楼盖 因为基地够大 基地总共有573坪 所以它公设蛮齐全的 包含在顶楼的整个健身房 跟空中花园 还有烘焙室啊 那个整个看起来 都会让人家感觉蛮舒服的 一层规划的户数呢 是9户 这边我觉得 必须要特别说明的 它的9户的大概的位置这样 这边是环河南路 所以说这边这几路都可以看河岸嘛 但是如果说真的去看过它房子 你会发现啊 中间这些两房型的产品 它都只有一面采光 就是它的采光面呢 就只有面像前面这样 这一面 变成说你今天 如果你两个房间都要有 对外窗的话呢 那你势必你的客厅变成暗房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把一个房间的 隔那种类似用玻璃方式去透光的方式去的话 那那个房间呢 又很像只能当成一家一房 书房的一个形式 那像这个社区呢 大概它的成交价呢 约落在六十几到七十几都有 最好的平行呢 像如果说是边间这种产品呢 就非常好 因为它两面采光 你的房子的隔间就不会这么的 可能要考虑一下 那这个社区呢 目前在卖大部分 还是以建商跟地主户跟建商配合的为主 从我们房子步行到我们的 龙山市捷运一号出口呢 大概是七分钟 它可以拿来跟刚刚看到的都美宴 去做比较 那像成交这间呢 是十二楼 单价呢 是六十二万 以上是这个月西万华的成交行情 一整个月的成交行情 太太太 但是我们的比较